外人庄人翔 假讯息就像传染病一样 必须由你我一起谨慎面对 才不会在社会中传播扩散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 及时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资讯 一 浏览疾管署全球资讯网 二 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 三 关注疾管署脸书专页 四 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 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 请依上述四个管道查证确认 千万不要随意转传 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迟讯息 最高可罚300万元 疫情期间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 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假讯息 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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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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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既不是佛教徒 有没有信仰的人 为什么要修禅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如何修禅 如果我们修禅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修 我想这三个部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禅 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 大家再交流一下 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大家有什么对禅 有没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这方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首先什么是禅 我想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禅这个名词 禅这个字 我们今天很多地方 无论是寺院也好 或者是有些比较高档的 这个书餐厅也好 或者是茶馆也好 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禅这个字 那么禅 从印度佛教的角度来讲 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然后汉传佛教来讲 也有三千年的历史 那么这个禅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从韩语的角度来讲 禅这个字是一个节词 也就是说是一个外来的词 那么外来词的 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来自于印度的翻文 印度的翻文当中 这个禅就叫做三门达 这个就是印度翻文的原因 就是三门达 那么三门达就翻译了这个中文以后呢 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 也叫做禅 也叫做禅丁 也叫做三门达 其实这些都是 这三个不同的译 都是来自于印度翻文的这个三门达 那么禅丁 禅丁它这个翻译的方法 就是有一个 是第一个 它没有失去原来的 这个印度翻文的印 禅丁就是三门达 这两个是非常接近的 另外一个呢 在韩语里面 禅的后面就加了一个定字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它不但是没有失去原来的印 而且从韩语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了解它的意义 禅的意义 禅是什么呢 就是让人的心平静下来 安定的平静下来的 一个宁静下来 人心宁静的一个这样子的作用 一种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加了一个定字 以后呢 它更加的有意义 禅 禅丁 然后三门达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 它的淫 这是一个淫语而已 实际上它没有意义 没有 在韩语的角度来讲 它是没有意义的 三门达 就是翻文的 三门达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是禅的禅这个字的理由 来有 然后呢 禅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简单的讲 禅是让人心平静下来 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今天我们的现代文明 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 来激活人的这个物语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 是变得了非常非常的浮躁 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心也就是朱简的 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浮躁 饱躁 这种情况下禅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它让我们的心可以平静下来 所以叫做禅丁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禅的分类 禅的分类 禅有多少种呢 有三种禅 在佛教里面最高端的禅是达摩诸实 也就是中国禅宗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宿的在禅时当中 这些出家人或者是其他的佛教徒一直都非常着重的一个禅是这个是最高端的禅 这个高端的禅就是民心坚信 这是民心坚信 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正吾 正吾当年六祖辉能大师 他有一句非常在禅宗的历史上有一句非常出名的一句话 那么其中的有一句就是本来物一无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高端的经节 那就开吾或者真吾或者敦吾 这就是佛教的一个最高的经节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禅的最高端的经节 这是所有的佛教徒所追求的经节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叫做这个另外一个禅 从南川佛教 比如说云南的商桌布 还有泰国缅甸的这个小城佛教 这个叫做内观 内外的内观察的观 内观 叫做内观 然后在寒传佛教当中 这个叫做四禅八丁 四禅八丁 它这个禅可以分四种不同的经节 或者不同的层次 然后除了这个四种不同的层次的禅以外 还有再上面呢 还有四种层次的禅 所以叫做四禅八丁 这也叫做禅 那这些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这些禅叫做济之的修法 济之的修法 就是济摩济静的停止的 济之的修法 实际上这内观四禅八丁 济之其实是一个意思 都是一个意思 它是印度的一个藩文的三文党 翻译到巴黎文 然后藏文 然后韩文 这样子就不同三个文字的时候呢 它有不同的翻译的方法 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种禅 然后第三种禅呢 是比较基础的禅 这个叫做我们用俗话讲的话 这叫做冥想 冥想 也就是人的心静下来以后呢 我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呢 去想一件事情 这叫做冥想的禅 那这三个都叫做禅 这个禅字当中呢 就是有可以分这样子的 三种不同的禅 这是禅的分类 其中我们今天讲的 第一个佛教的最高端的这个禅呢 它是专门学佛的人 他们这个学的 如果证悟了这个禅的话 那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平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 这些压力呀 焦虑呀 包括义语症等等 所有的问题 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 但是呢 要去证悟这个禅 它必须要有它的基础 才可以证悟 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度比较高 佛教的最高端的这个禅 我们如果证悟的话 这个也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可以用得上 但是呢 这个前提的一些 一些预备的工作啊 基础方面呢 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像这个是真正的学佛的人以外 其他人是不是很适应的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讲的四禅八丁 那么四禅八丁呢 有信仰的人也可以修 没有信仰的 完全是没有信仰的 唯无论哲也可以修 比如说瑜伽 比如说瑜伽 它也可以对某一个宗教有关系 也可以它跟任何宗教没有关系 它这是一种养生的方法而已 那么四禅八丁的这种禅也是这样子 它也有可以跟某一个宗教有关系 就是在这个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修 那么它跟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 如果把这个信仰的部分 信仰的部分全抛开了以后去修 去修炼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人的 就现实生活当中提升我们的心灵的一种方法而已 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完全可以脱离所有的这个信仰 或者是脱离所有的这个宗教 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调解心灵的这个方式来修的话 也是可以的 我想这个我们在座的都可以用得上 而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我想这个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我们今天参加这个科的绝大多数都是企业家 社会经营 这样子的话企业家的工作的压力 各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很多人的那些比如说失眠 然后就这个心情不愉快 脾气变得暴躁 都有很多这种非常常见的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用得上第二种产 四产八丁 所以完全是可以用得上的 而且这个它也不需要信仰的基础 没有信仰的人也完全是可以可以修 跟瑜伽一样的 这是第二种产 然后第三种产呢 就是明香 那这个这种产 我们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用得上 明香可以明香很多的事情 也可以去明香跟宗教或者跟佛教有关系的这个题目 也可以完全可以思考一些跟宗教没有关系的一些另外的思维的模式 它也有另外的思维模式 通过这种方法 通过这种明香的方法 就可以减轻压力 然后调节心情 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心理学家也在讲 西方的心理学家也在讲 这个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明香 等于是数岁一个小时 所以这个对人的这个身体 明香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这个禅丁 也是完全是用得上的 这个也不需要有信仰的 不需要信仰的基础 如果有信仰 那么信仰的基础上 他可以可以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没有信仰的话 那也有没有信仰的这个修禅的方法 所以我想最后的两个 最后的两个禅 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拥 这个拥了这两个禅 也不等于 也不等于学佛 也不等于学基督教 也不等于是学其他的宗教 这只是一种养生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代人 大家都比较忠实 肉体的锻炼 肉体的锻炼 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 这个自己的健康 但是呢 我们就是一直都忽略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心灵的训练 心理的训练 心灵的训练 从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讲 这个叫做修心 从佛教的语言讲 这个修心 那么用现代语言讲 这叫做 这是一个心灵的训练 就像我们的身体 肉体是可以训练 可以被训练的 可以被端联的 端联了以后呢 它会更加的健康 然后我们的心灵 也是完全是一样的道理 它也是可以被训练的 被端联的 端联了以后呢 它也会更加的健康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四餐八丁 这个四餐八丁 如果修得比较 比较勇工 或者是锻炼的比较好的话 那么它最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它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可以 这个我们的内心当中的 比如说平时的这个 非常非常暴躁的这些脾气 还有平时谈诚 诚就是诚恨心 还有谈就是我们对无知 对明对理的这种过度的欲望 过度的欲望 这个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 是过度的欲望 和这个诚恨心 诚恨心 平时爱生气 对家里人 对员工 对朋友之间爱生气 这种诚心 还有呢 疑和满 满就是傲慢 傲慢心 这个完全可以控制 完全可以控制 在佛教的语言讲 这些心情 这些心态叫做烦恼 烦恼 根本烦恼和焚止的烦恼 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讲 这叫做浮面的情绪 或者是 灰灭心的情绪 过度的欲望和呈恨心 这叫做 灰灭心的情绪 稍微轻一点的 这种负面的情绪 这就叫做负面的情绪 那么 无论是灰灭心的情绪也好 负面的情绪 它都可以控制的 然后呢 在某种程度上 内心就达到一个非常自由的境界 这个所谓自由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人 就在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自由的环境当中 自由的环境当中 但是呢 内在的心不自由 内在的心是得不到自由的 所以呢 有些时候我们不愿不想 不想烦恼的时候也很烦恼啊 不想焦虑的时候也很焦虑啊 就是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 没有得到这个自由 那这四禅八定如果修得好 那么就是完全可以得到一个自由 这种自由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不愿 我不想焦虑的时候呢 它完全可以做到不焦虑 如果我想开心的时候呢 它完全可以可以开心 而且开心 这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 所以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精神世界 是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训练 所以呢 不自在 不自由 不自由 虽然是就活在一个非常 这个自由的生活环境当中 但是人心就是不自由 所以呢 很多人都是活得不幸福 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人 就动不动就说 活得没有意思了 不想活了 动不动就说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因为 精神上的空虚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训练 因为我们的物质空前的发达 物质空前的发达 然后呢 以现代文明的各种方式来 这个刺激了我们的无语以后呢 然后物质跟精神 这个中间就失去了平衡 失去了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失去这种平衡以后 然后呢 我外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物质 然后我们这个外面发生的各种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内心 它是没有办法面对 也就是说 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这些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人虽然是有钱有名 从我们世俗的眼里 眼光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不幸福 从自己的这个小范围 小空间来讲 不幸福不愉快 就是这样子 所以禅完全可以 四禅八丁 完全可以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冥想 这个冥想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 因为冥想的意思就是说 它 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 思考问题 它有两种情况 有些思考呢 它符合实时 符合现实 就是现实是什么样子 那它就思考什么样子 有些是不怎么思考 不怎么适合现实 但是呢 因为它通过这种方法 完全可以训练的 可以训练 它最终还是可以达到 它的这个心情健康的成果 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禅 这种禅这一句话 是佛教里面的一句 一个这样子的名词 是一个专用词 看起来是很专业的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跟我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因为我们 尤其是 尤其是 当我们的这个物质 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生活水平 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呢 大家都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生活问题 就是要解决稳饱的问题 那个时候的需求也是很简单的 这是肉体的需求 肉体的需求满足了以后 也就是说基本的稳饱问题 解决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有新的问题出来了 我们以前的想法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是贫穷的时候 没有拥有这么多的物质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非常有值的想法 我们认为 只要我有钱 我一定会幸福的 只要我有足够的财富 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 那么我没有理由不幸福 我一定会幸福的 其实这个想法是很有值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 对财富对物质不了解 不了解 没有邻居力的这个接触过 庞大的财富呀 民生啊 地位啊 所以这个时候不了解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想法 那么后来很多的人 就已经有机会 邻居力的这个这个接触 然后就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子 这个无知 给我们可以完全可以解决 一部分的问题 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这个解决问题了以后呢 还有更多的问题 就是在其他就会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是物质没有办法解决的 钱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这时候呢 需要有一种心灵的 这个训练的方法来解决 这是最恰当的 那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餐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两个 后面的两个是比较用得上 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 餐的介绍 简单的说 餐的介绍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为什么要修餐第二个阶段 我们为什么要修餐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 这个今天我们最大多数的人 也有可能是没有信仰的 有可能有信仰 但是也不是学佛的 那么一个这样子的人 为什么要修 为什么要这个修餐呢 餐跟我们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关系 餐跟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那到底这个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没有关系 那我为什么要去修餐 我为什么要去学这个呢 这就是说 我们第二个题目 那餐 它是跟我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产宗的历史上 参与生活的这个圆容 这个结合 是比较成功的 比较完美的 那我们今天想这样子一个 今天这样子的时代 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然后呢 物质和这个精神 严重 失去平衡的时候 就是更加的需要这个餐 这个时候呢 这餐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了 那么为什么要重要呢 餐的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内在的 内在的这个 这个 精神世界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大脑 我们也不了解 到底开发了多少 我们也不了解 还能开发多少 也不了解 全部被开发了 以后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也不了解 包括 包括这个 神经科学家 他也没有一个 很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 非常 完整的 就满意的答案 这是在研究当中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一个 很好的答案 我们也不知道 是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了解它 然后我们的精神 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精神 锐在的世界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有一个 可以思维 可以分析 可以判断的一个 这样子的精神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到底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来自于什么 它除了我们 在现实生活当中 用它以外 它还有没有别的用处 这方面我们一无所知 这个都是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 伪直的区域 那 我想这个 全世界所有的 心理学当中 在这方面呢 就是佛教讲的是 最自喜 最相信 最深入的 那从佛教的教度讲 我们 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 精神的 它的发展的 自然的规律 这个我们掌握好了以后呢 然后知道 为什么要修禅了 我们的精神 可以分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在佛教里面 它分了八种精神的层面 佛教心理学当中 就是分八种 不同的精神的层面 可以说 我们可以笼统地说 人的精神 但是呢 人的精神当中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层面 最外在的是什么 最外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实觉 听觉 出觉 等 言 耳 鼻 舌 肾 就是这五中 肝管 通过这五中肝管 去接触 外在的 这个 光 声波 等等 接触 去 去感受 比如说我们的实觉 去感受 广 我们的这个 听觉 去感受 声波 那么这个 感受 它实际上 它的属性 是精神 而不是物质 物质 它是没有办法 感受 其他东西的 感受 这两个字 它是一个 精神的 精神的 特有的一个属性 精神的属性 它的属性就是 精神 它不是物质 这五中肝管 然后第六是什么呢 第六 是我们平时 用来 思考 思维 判断 分析的 这个仪式 这个仪式 在佛教里面就叫做 第六仪式 第六个 言耳必思生 五个肝管 是从一到五 然后呢 第六仪式 它是就排在第六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都在用 都在用 然后 还有一个 物质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 平时我们都不怎么感觉到的 但是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或者是我们 每一个思考当中呢 就是 无处不在的 一个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念头 这个叫做 我 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佛教里面就叫做 我之 那 比如说 我要去上班 我要下班 我要 专签 我要去发展 我的事业 等等 这所有中间 就是 离不开一个 我子 离不开一个 我子 那么这个 这个是 它是一个 特有的一个念头 这是 第七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到的 就是 第八 第八 是 最深处的 最深处的 最基本的人的 这个意识 这个我们平时 是感觉不到的 但是呢 比如说 人深度睡眠的时候 深度睡眠的时候 言而逼色深的工作 完全停止了 然后呢 思考判断的 这种思维的力量 也已经停止了 两个没有停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也有一个 我自我的感觉 也是一直都存在的 这是一个潜在的东西 平时我们感觉不到 潜在的 这个存在的 第七 那第八 最 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 这个 也是存在的 也是存在 那么 这个跟西方心理学当中的 这个潜意识 有一点点不一样 虽然这个也是 最基本的 最潜在的东西 但是呢 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它是永远都存在 我们一个人 就 单身到死亡之间 它都存在的 比如说 人昏迷的时候 昏迷的时候呢 它停止了 这个感官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不叫 这个时候的身体 为什么不叫 实体呢 就是因为有呼吸 因为有心跳 为什么有心跳和脉搏呢 那就是说 因为这个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 这个衣食 那个时候是存在的 它是存在的 所以人 不叫实体 这个时候不叫实体 那这个基本的 基本 最基础的 这个 这个衣食 最基础的衣食呢 它可以激活 激活了以后呢 它从这个 最基本的 这个衣食当中呢 然后就会产生 我们的 第六衣食 死尾的 然后又开始 产生 然后我们又可以 看得到这个时节了 昏迷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 昏迷完了以后呢 它也可以看到 从深度睡眠当中 出来的时候呢 也就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得到这个时节 然后又深度睡眠 或者是这个 昏迷的时候呢 然后把这个 眼耳鼻思 神 还有我们的 第六衣食 全都 全都 萎缩 也就是都消失在这个 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这个意识当中 最基础的意识当中 那我们现在 修禅 是 是 是 要大到 把人的 人的 平时我们的 生活当中的 这个 意识的 波动 的幅度是 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然后这个幅度越大 人的 这个 脾气 就是越 包早 越包早 这个人 只要有 精神的 活动 有 思维 活动 的时候 是有 波动 这个波动 精神的 波的 波动 那么这个 波动的 波特别 强烈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 这个 生气 诚恨性 的时候 严重的 保援的时候 非常不开心 的时候 那么它的 频率是非常 高的 波动的 这个幅度 是相当大 这个时候 然后就因为人 精神的幅度 这么大的时候 因为人的 比如说 血 上脏 然后 呼吸 有变化 还有就是 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的 愚言 骂人 大人 这些都会 出现 禅 是用来 控制 这个 这个 浮度的 这个里面 没有任何的 信仰的东西 没有任何 信仰的成分 这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 就像我们 吃饭 可以填饱 肚子一样的 一个非常 真实的东西 这就是在 讲 人的感受 人的经验 并不是讲 上帝 归 神 他不是讲 这是在 讲人的经验 在这个时候 我们 通过 禅的方法 通过禅的方法 把人的这个 这个 波动 可以降低 可以降低 降到什么 程度呢 我们的 普通的 这个禅 可以完全 可以降到 人的这个思维 是可以归零 可以归零 零是什么呢 零就是我们 刚刚讲的 第八 佛教里面 讲的第八个 第八个仪式 第八十 用佛教 印度佛教里面 这叫做 阿雷耶式 阿雷耶式 翻译了 韩语以后 就是唐朝的时候 或者这个 这个 这个 前后呢 这叫做 这个 藏式 藏 手藏 手藏的藏 藏式 为什么叫 藏式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 各种各样的 记忆 各种各样的记忆 比如说我们 五年前 五年前 看到一个人 那么今天 到这个五年之间 我根本没有 跟他联系 然后我也没有 去想过这个人 但是我今天 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 我完全认得出来 那么这个记忆 从佛教的教度讲 它没有所存储 在大闹当中 他认为 就是存在这个 最基本的这个意识 这个当中 所以 他的人的 一个人的 脾气的 好与不好 一个人的 性格的 好与不好的 所有的中子 当然 一部分是跟我们的 这个基因 也有关系的 柔梯的方面讲 跟父母的基因 也有关系 但是呢 大多数 大多数都 这个 所有的能量 都储存在 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意识当中 它就像一个 我们 比如说我们 电脑的 银盘 银盘一样 所有的数据都 就是在 储存在 这个银盘当中 一样 我们人的 很多很多的 这些稀奇 好的 不好的 都 储存在 这个意识当中 所以 这个 汉传佛教里面 这叫做 藏食 藏食 然后我们 通过 通过修禅 把人的 这个思维 完全可以 可以 讲到 完全可以 讲到 这个 灵 灵就是 这个藏食 也叫做 阿赖耶食 阿赖耶食 翻文当中 就叫阿赖耶食 藏食 完全可以 达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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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程度 西方的 垂棉 西方的 垂棉 它也是一种 半睡 半心的状态 但是呢 它还 它的这个 今生的 这个幅度 也就 这个 降低了 很多 所以它也就 在这个 垂棉的状态当中 它也可以 就回忆起一些 比如说 你上幼儿园的 第一天 幼儿园的老师 给我的 父母怎么说的 我父母 给他怎么讲的 我穿什么衣服 父母穿什么衣服 要幼儿园的老师 穿什么衣服 等等 它是完全可以 它是完全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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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的 在这个 垂棉的 情况下 当然 这个垂棉呢 它的准确度 只能达到 百分之五十 那么 平时我们 在生活当中 这个是不可能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回忆 但是在 催眠的过程当中 它是可以的 那这个的原理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人的这个思维 波动 相当大的时候 它覆盖了 我们的 很多的东西 思维波动 幅度很 很大的时候 我们很多 很多过去的东西 都是 都是 挤不住的 挤不住的 那 但是 这个思维降低的时候呢 降到零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 回忆很多 过去的东西 这个完全是 真实的 它的原理 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通过 修禅的方法 修禅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思维 可以达到 这个 最低的 最低的 这个 水平 也就是 已经降到了 这个常识 阿赖耶识的 这个程度了 然后在 这个程度当中 这个 这个状态当中呢 就停留 停留的时候 就停留 比如说 停留五分钟 停留十分钟 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修禅 就只能 最多也就停留 三十秒啊 一分钟啊 这样子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继续 继续用功 然后在这个当中 可以停留 半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 都有可能 这样子 以后呢 停留从这个当中 出来的时候 在我们 这个生活当中 遇到的 很多的焦虑 脾气暴躁 灯 就控制了 就像催眠一样的 比如说催眠的时候 有些人 有 比如说 有莫名其妙的 这个 空高症 空高症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 这些心灵上的 这些障碍 问题的时候呢 通过催眠 照到了这个 过去的根源 以后呢 这个人从催眠当中 新过来以后呢 他从此以后 这个心灵上的 这个问题呢 就已经得到 解决了 那么禅 当然跟这个 不是不是等通的 跟催眠 是不是等通的 禅就更深入 但是禅也是一样的 就我们 已经降到 这个 降到这个 人的思维 就降到这个 灵的时候呢 在这个灵 这灵度当中 这个层面上 是没有 好与坏 这样子的 这个 这种区分 然后呢 他就是 似乎是 超越了 时间 和空间 实际上 他是没有 超越 时间和空间 但是呢 人的 惊下来以后 当我们 进入了 这个 灵的 这个 状态的时候呢 对这个人的 干手 从他的 感觉来说 已经是 完全是 超越了 时间和空间 那么这个 当中呢 没有任何 这个 开心的 事情和 不开心的 事情 所以在 这当中 停留了 时间 长了 以后呢 然后 就 这些 烦恼的 东西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控制 完全是可以 得到这个 控制的 这个是 平时 修 产定的 修 产定的 这些人 都有 都有这个 体会 这个是一个 原理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当我们的 这个意识的 波动 降到这个 零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我们的 头脑 或者是 医师 都是 变成一个 非常敏感的 非常敏感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哪怕是在 过去也好 就是在 当下也好 就是发生的 一个非常 小的事情 非常 细微的 东西 都是记得 非常清楚的 或者是 通过这种 状态当中 用这种状态 来思考 未来的 思考 未来的 东西 或者是 当下的 某一件事情 的话 那么平时 我们生活当中 的思考 跟这个状态 当中的思考 完全是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过去的 这些 比如说 一些 哲学家 心理学家 包括 科学家 还有 就像 像 乔布什 这样子的人 也就是在这个 餐厅当中 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 然后他的头脑 就已经是 变成一个 非常敏感的 敏感的 这个时候 他思考 完全可以 发明 平时我们 感觉不到 平时我们 思考 没有办法 思考的一些 一些 这个 东西 他完全可以 这个 发明的 所以这是很有用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有 有大着 这个 禅修的 习惯 这个是 对我们的生活 工作 各方面都是 非常有用的 所以 比如说 一个企业的 一个重大的 决策 当然 很多都是要看 这个 根据实际情况 这个 可管因素的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就是 一语不介 最终要 怎么样 解决 怎么样去做 才好 怎么样的选择 才是正确的 选择 拿不出 注意的时候呢 通过这种 方式 去思考 那我们平时 想的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 企业家也好 政治家也好 或者是 哲学家也好 在这种状态当中 他可以 发明 或者他可以 发现 平时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感觉不到的 很多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 就是 因为我们的 这个衣食 它的身处 有很多很多的能量 是没有开发的 可以被开发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寒传佛教 用常识 手仓的仓 来描述的原因 也是这样 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衣食当中呢 它有 它有 有很多的 这个能量 它储存了 很多的能量 那这个平时 我们是没有开发的 因为我们没有 大佐 平时我们的 现实生活当中 一般都是 接触不到 这个层面的 我们的 对仪式的波动 很大 所以一般都是 接触不到 这个层面 如果在 接触到 这个层面的话 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开发 它的一些 潜在的 这个能量 潜在的能量 所以佛教里面 讲的 所谓的神通 神通 也是 也是从 这个当中 出来的 比如说 有些时候 我们普通的人 看不见的东西 他可以看得见 普通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 知道的一些 未来的东西 他可以知道 当然这个里面 有真 有家 有很多的 比如说 我们社会上 有各种各样的人 说有自己 有神通 这些都不一定 是准确的 但是呢 其实实际上 这是一个人的一种 心灵的功能 它是存在的 这个没有办法 从根本上否定 比如说 有人就是用 这种方法来欺骗 那是个人的行为 其实这个是 人的一种 内心的一个 精神的一种能力 完全是可以开发的 但是 因为我们平时 不打坐 不修心 不训练 所以是 平时这个 没有办法 这个开发的 如果开发了以后呢 它也可以出现 一些这样子的 这个功能 比如说 物质 也是一样 比如说 三百多年前 三百多年前 如果说 我们从地球的 这一边 完全可以 地球的那一边的人 说话呀 或者是我们 可以一天当中 可以飞到 这么这么远呢 那这个人 是没有人相信的 三百多年前 是没有人相信的 但是物质 它是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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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科学家 创造的 而是它 物质 物质 本身的能量 科学家 是发明的 发明的 如果这个物质 它本身 是没有这个能力 那它是 没有办法 创造 而是它发明的 那么物质 也是可以这样的 有很多很多 潜在的能量 那我们的精神 也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 只是我们 没有开发而已 开发了以后呢 精神上 也有这样子的 很多潜在的东西 那这个潜在的 通过这个能力 去一些企业的 一些绝大的 这个决策 重大的决策 或者是发明 这些都是有帮助 这个状态当中 完全可以做到这些 然后 它完全 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 我想 用餐来 解决问题的 主要的问题 我想可能更多的 很多人就还没有考虑 我怎么样 用餐去 决策 发明呢 可能不是这个 我们更关注的 更多关注的是 就是用餐来 怎么样 解决我们的 生活当中的 一些 一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呢 就是 焦虑 就是焦虑 然后就是 像抑郁症 这样子的 精神上的 非常严重的 这些痛苦 那 怎么样 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 用产丁来 怎么样去 减少 我们的压力 我想更多的人 比较 比较关注的 可能是 这些 这些 这些问题了 那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 可以接续 解决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刚才 这个原理 知道了以后呢 那我们 就 就 这个就 很 很清楚了 这个 因为我们的 不开心 都在什么样的 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呢 它根本就不 不在于 这个 最低的层面上 不开心 比如说 大海 比如说大海 它有 这个 波浪的时候 它的 大海的 这个波浪 海浪 它不是从 海底 产生的 而是在 海绵上 海绵上 有这个 海浪的时候呢 海底 它是没有的 佛教里面 这么讲 同样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的 所有的 这个 焦虑 所有的 这些痛苦 都在 最标面 意识的 最标面的 这个层次上 最标面的 层次上 然后 刚刚我们 提到的 这个 第八 第八十 或者是 最基本的意识上 它是没有焦虑的 然后 完全是没有焦虑 这个上面 没有焦虑 没有抑郁症 没有痛苦 都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 在 这个发展了 以后 从 基本的意识 然后呢 产生了 第六意识 然后产生 干管 这个 言而必失声 以后的事情 那这时候呢 我们通过 禅的方法 就可以突破 这个层面 焦虑的 这个层面 完全可以 突破 焦虑的层面 突破了 焦虑的层面 可以进入 进入到 意识的 这个 最深层次的 这个层面当中 那么 这个 最深层次的 层面当中 进入了 这个层面当中呢 当中以后呢 然后就是 感觉到 这个当中 就完全感觉到 非常的 自由 轻松 宁静 这样子的 这个 然后呢 也有 很强烈的 这个 快乐的感受 这个叫做 在佛教里面 叫做 禅乐 禅乐 就是 修禅的时候呢 这修禅 修的时间 长了以后呢 会过瘾的 会过瘾的 因为修禅以后呢 这个人的心 完全静下来了以后呢 在这个当中 会产生一种 另外一种快乐 平时我们的 所谓的快乐是什么呢 就是外面的这些物质 来刺激我们的甘贯 而产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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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这个快乐 的来源都是这样子 但是最终的快乐呢 也不过 也就是 也就是一种 甘手而已 实际上这些物质 外面的物质呢 它不是 快乐 而是 给我们 制造快乐的 一种客观的 因素而已 真正的快乐 就在 就在 内心当中 就是一种甘手 那 修禅的时候呢 这个 所谓的禅乐 西乐 就是通过秀禅 通过禅丁 而产生的 这个 西乐 叫做禅乐 那这个禅乐呢 它不依靠 外在的任何的物质 它不需要 以物质来刺激甘贯 它是不需要的 它经下来了以后呢 有这种 这个禅 这个禅乐 然后这个禅乐 就可以 可以 这个 祈祷 养生的作用 调节 这个 压力的作用 调节压力的作用 晚上 严重失眠的人 晚上 睡觉之前 修餐秀 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左右 半个小时到 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修 修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中间 再不要去思考 任何事情 直接睡觉 这样子以后呢 它完全 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完全可以调节 这个失眠的问题 然后 抑郁症也是 抑郁症 当 已经发展到 比较严重的 一步的话 那就是可以 吃一点药 先吃一点药来 就 压制一下 控制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要通过 禅的力量的话 我们刚刚在学 禅 禅的力度不够 抑郁症都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 所以这两个不能堆结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吃一点点的药 稍稍控制一下 然后 就开始修禅 这个 药 可以慢慢地 不咬了 药就可以放弃了 然后就慢慢地修禅 禅的这个 禅月 完全就可以 这就是要像我们在食物里面呢 我们从食物里面吸收营养 然后就抱称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 我们可以从这个禅顶当中 吸收禅月的这种幸福快乐 然后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调节 调节精神上的问题的一种方法 然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 人的脾气一定会 一定会这个 过去是一个脾气非常饱着的人 脾气饱着跟我们的这个 再有钱也好 再有名 再有地位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不能以为就很有钱的呀 很有名声的呀 很有地位的呀 大家脾气很好 心里因为一些他该有的都有了 那么现在呢 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抱怨了 没有什么 没有得到满足 他这一切都很满足 很满意了 他应该是脾气也很好 性格也很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 所以有些脾气非常的这个 这个暴躁 然后很痛苦的 这种人 这个时候不是以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是以民生来解决 也不是以地位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以禅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种自我 自我的了法 自我的这个治疗方式 这是不需要外在的东西 这是一个禅 通过禅的方法 完全可以做得到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一天两天 修一两天的禅 是不会有 不会有这个明显的效果 修了一个星期 也不一定 要坚持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